可是我油門含著的時候呢 龍頭的抖動會比較大 那我現在懷疑說六代的 大家好 我是小魚 千呼問喚 死出來 是死出來了 喝杯要放晒是怎麼沒有的身材 好花用料啊 是喝杯用奶口吃 好花用料 咩咩咩咩 終於 我的倒叉終於出來了 因為GJAMS在最後 年前的時候給我的一個倒叉 因為我們在等那個卡座 我的六代 終於可以升級倒叉了 同樣在這個升級之前 我有換過內管組 所以我一直覺得 它的避震器的狀況 不是很好 我在引擎吊架的部分 我已經有改成培林寺了 所以我改成培林寺的時候 我覺得後避震器調整到後面的話 我覺得後避震器是非常舒服 如果有客人想要來騎的話 也可以來試駕 騎過非常舒服 然後可是前面呢 我就覺得一直很不協調 不然是太硬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就覺得頭一直很跳 那這是我覺得有問題的部分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 因為我懶得再拆裝 因為我的前避震器已經下來 調整兩三次了 放軟放硬 阻尼變強 阻尼變弱 所以我就覺得都還是不是很舒服 所以再怎麼樣就是要改起來 所以我們就把倒叉上上去了 那我們這次就先來改GJMS的F-X倒叉 倒叉的部分呢 我一定會連卡鉗一起改 因為原本上面的話 卡鉗是對次的卡鉗 其實我覺得倒叉裝對式的卡鉗 卡座不是很好看 所以說我就又要換一顆M50 前面就會配著我的倒叉 配上M50的卡鉗一起改裝下去 同樣我有測試 一般避震器的作動的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裝完倒叉的影片以後 一樣給大家看喔 隨便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他改完的情况下也有出去测试过 我也有调整 可以看到我刚刚有做动的影片 那我的行程都还是会让他吃到很多 煞车的时候大概在这里 大概在七八层撞哭的时候 大概九层左右 当然他还是能吃到底的啦 只是这个阻尼会有去调整 我一样直接把我调整的磅速跟大家讲 我设定一样是60公斤 我调整的部分呢 低速声测压测都是 基本上都是零为主 如果有震动或怎么样的话 我可能会把在低速的声测 加一格左右 那我的高速的部分呢 声测也是零 我的高速压测呢 目前是开到五段到七段这样子 实际上状况还是要看你的设定啊 跟你一些我直接把段数跟大家讲了 改完这个前避震器以后呢 车子的稳定度啊 跟他的灵巧性啊都很好 可是我觉得六代还是有一个问题 这是我现在比较在挣扎的地方 我现在的问题点呢 就是我们在骑六代的时候呢 遇到哭泪 很明显的我觉得 遇到哭泪这个把手的地方呢 会抖动 这个车身的部分 如果是脚踩的部分 我觉得车子的抖动是没有的 都被避震器吸掉了 可是我的把手呢 就会有这个抖动 然后让我有点抓不住的感觉 尤其是如果你 当然是不建议这样子做啊 就是有点稍微这只手稍微放松 你不要去抓他的话 你不要去硬抓他的话 你的放松的时候 他的这个手机 如果你这边是手机架 这手机架或者我们iMODE的这个 他的抖动很特别大 你就要很用力的去抓你的龙头 觉得这个龙头抖动的部分啊 他的手会很不舒服 然后我觉得龙头抖动很像是 避震器很硬 可是事实上我们去压避震器 我们去做路感的体验 去做擒脚啊 再做撞苦辣的时候呢 车身确实还蛮算稳定的 然后也很舒服 可是只要遇到苦辣的时候 特别明显 实际上还有测试就是 我用刹车的时候去撞到苦辣 跟我用吹油门的时候 含着油门带着去撞苦辣的时候呢 把手会有明显的差异 我如果刹车的时候呢 我的龙头震动比较小 可是我油门含着的时候呢 龙头的抖动会比较大 那我现在怀疑说 六代的车架部分可能偏软 偏软的部分呢 有看过上一集的话 就知道我有介绍过强化车台 强化车台的话呢 它有可能前面龙头的部分呢 由于偏软的情况下呢 逼人器上收缩的时候 骨架这边会抖动 会抖动 抖动这部分呢 就会有一个甩动的问题 甩动的问题 你上面的把手就会跟着甩 这个就是 就是我觉得 它这个把手 会上来的地方 然后它这边甩动的时候呢 它整个龙头就会甩 那我觉得它这个甩动 是只有把手以上龙头在甩 骨架部分呢 是还好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是我非常非常手感啊 手感 手要一直抓龙头 很不舒服 而且要出力 不能稍微浮在上面 然后或是稍微的 轻微的放单手 然后让它稍微的 比较轻松 我左手如果 如果我的左手 起来按按MODE这种 都是没办法 都是会抖抖抖抖抖抖 抖到我没办法控制的 这是我觉得 六代站这个 龙头的感觉也不太好 因为现在避震器的部分 我已经都确定都OK了 掉架 避震器 前避震器后避震器 都已经用好了 可调式也都可以调软 调松 都弄好了 结果完了 三头的抖动 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决定 再买个强化车台 来试看看 如果车子能解决好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咯 我的下一部片 就是六代站上强化车台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小铃铛 拜拜